今天我要装成不会玩盲女的新手 点个电器陪玩 然后我让陪玩教我打盲女 我就比较好奇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OK 他来了 OK 板板好 我是SE陪玩堂的申于 你好你好 我刚入坑没多久 但是我对盲女这个角色挺感兴趣的 你陪我练一下呗 OK 没问题 记得开区域选择 然后描索大房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盲女 大部分都是选大房开始遛鬼的 好的 那我现在开区选 我来选你附近 我先看看你的第一次玩的技术 然后再根据你的部族 给你复盘将近 这就开始了 我找一些状态 我在海边呢 你直接上二楼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好的 咱们这是要直接开始决斗吗 你不要在二楼跟我对视 到时候在实战里肯定不能这样的 这样的话头发就要看到你了 哦 哦 哦 明白了 那我继续追啦 板板 你这个转点不对啊 呃 我这不是第一次玩盲女吗 我对这个不是很熟练 没关系 没关系 老板你刚入课没多久 不懂这些没关系的 有你这话我就好说多了 但是盲女这个角色具体怎么玩啊 我没有插眼 插眼就是一个可以透视你位置的东西 我没有这个你应该在大缠绕的 因为如果到大空地的话 你看我一个细分你就跑不动了 怎么说呢 盲女是需要打进步的 不能正面硬钢的 进步没有脚印的 好吧 你这把没进步一直在跑步 实战的时候这样很吃亏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有人玩盲女的主播 好像叫三盲吧 他就打进步流遛鬼 老简单了 你就找个屠夫想不到的地方进步 然后再分岔路或者洞口进步消除脚印 偏地监管什么的 哦 原来如此 那我大概懂了一点了 那咱们继续练吧 盲盲你可以试一下 刚刚我跟你讲的那个进步流 采取进步消除脚印 然后让我来找就可以了 那我就还选上一把那个位置了 我试一下你说的那个方法 然后你照常找我就行 板板你的学习能力好强 这把开局没露头 看来我教的还行 这把开局放 ап 就是这样 underground 我个人 绎于 太路 太路 他它的 黄 板板进步挺大的呀 都进步长了一分钟了 哎不对啊板板你藏哪去了 我怎么找不到你呢 不是板板你说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坏人了 板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板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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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